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企香港回歸紀念日 有多項慶祝活動 有學校舉行特別升旗禮 駐港解放軍升旗首獲要到學校示範 以中式暴操入場 升國旗並奏唱國歌 典禮由升旗隊總會主辦 教局局長楊潤雄 中聯辦教科部長蔣健雄 帶200個師生同校有參與 校方希望透過星期禮 加強學生對一國兩制 和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正確認識 香港郵政發行紀念中國共產黨 成立100周年郵票 中環郵政總局外 早上開售前有近百人排隊 排頭位的市民說昨晚11點已經來 我怕人多 就是見見他100周年 那便值得去留念一下 最美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小全章 有四個郵票 100周年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日子 和一個國家有中國共產黨 你看著它成長 有進步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就在灣仔會展舉行慶祝活動 在革命建設 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 香港發揮了 香港發揮了 做出了重大貢獻 香港同胞始終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 新聯心 香港同胞一定能夠 同祖國人民共當民主復興的歷史責任 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處理行政長官李家超說 過去兩年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政治衝擊 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中央仍然依照《基本法》和憲法行事 落實港區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 充分證明中央堅守一國兩制的初心 另外民建聯以花車巡遊港九新加多區 祝學中共建黨一百年和香港回歸二十四周年 母親電視機就是一層平時報道